那么有人问了 这经上讲临终深念都能往生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那他不是现前的业度带了吗 他没带 他在没听到念佛法门之前找的业 那个可以带 听到了 你看他一听到念阿弥陀佛 他马上就念阿弥陀佛去往生 他没带业 你想一看都对不对 一生没有听到过佛法 没听到过尽头 临命忠实 由善知识告诉他 你的命快断气了 赶快你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人一听 他就相信 他就发愿 就真干 蛇具还没练完 断气往生了 他真走了 这个没有带信心 临命忠实 三天之前有人告诉你 精通法门 叫你带精通法 你还天天找佛业 到临命忠实 那带不去 那就没办法了 临命忠实 三天听到 三天就不找佛业了 没有佛念了 一心念阿弥陀佛 他往生 这个离根事 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不能产生误会 那么由此可止 这个事情 舍在讲不容易 你看平常 你学佛 你找不找佛业 还是继续在找佛 你就晓得 烦恼难断 习气不容易扶 临命忠实能扶得住 全靠平时功夫 平时功夫不深 那对于 筑法实相 了解不够透彻 不够透彻 你放不下了 真透彻了 你就放下了 临命忠实 临命忠实听到人 劝你念佛 你相信是贪或容易 不相信 不相信 现当就不肯发怨 也只是 一力而根 永为道中而已 他得的力 也是这次的 这一生往生的机会 他不会有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晓得 你真听懂了 真听明白了 现在起就干 昨天以前造的罪业 没关系 能带那个业 从今天一开始 我就不造卧业了 我就夜行念佛了 这样的人 叫万修万人去 听到这个法门 还继续造卧业 这人不能去 这个在经典上 找不到论据的 所以 我们要特别 留意这一点 留意这一点 这边